各位PLUS的伙伴,大家现在好,我是默默一群的管理员方姐,因为默默事情尚未处理完,大使答应大家今晚的分享,不想让大家落空,所以由我来替她完成这段分享。 我希望我的分享语音也能帮助到大家,我知道大家很想听默默分享,但默默有钥匙处理脱不开心,所以只能由我来完成,请大家理解。 我们很多人会因为长时间没开网,而且中间越越多流产,导致很多人都很焦急,觉得PT开不了了,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 为什么呢?因为国家的很多动作及后台行为是不会让大众和我们发现的。 那我今天来给大家举个例子,去年的时候是不是多以为下半年我们国家会对台会有行动,但其实不是这样的,去年上半年就有所行动了。 海军的所有的部队,包括海军周边的所有战区部队,持续了两个半月的一级战备,从军官到士兵进行了无数次的演练, 全部都守在装备旁边,就等待命令。 但是这是上半年,而非下半年,我们看到的是下半年有状况发生了,应该会有行动吧? 整整演练持续了两个半月,如果有当过兵的伙伴,应该多清楚什么是一级战备,是不是? 但这个行为会让我们老百姓看到吗? 不会,对不对? 想必我举这个经典案例,很多通透人士明白我想说什么的。 现在切回主题来说一下PT,国家在对PT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,时间,行动,投资,等等一系列综合大成本。 包括当时瓦解PT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,动员了很多隐藏派系的资源。 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瓦解PT,最基本的经济模型是连本带笠一起收回。 如果不能开,都是空中楼阁,镜中花,水中月。 我举这个例子大家都明白了吧。 你不用担心开不开网,在其余的细节方面我就不多说了。 只需要知道国家是动员了很多后台力量和精力的,所以PT必须毁。 我再说一个事情,你们都知道,当时很多国家是要联合起诉PT的,动员了国际律师,差点闹到国际法庭去。 可是为什么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,这个原因你们都懂的吧? 这个不用我多讲了,对吧? 因为之前很多人对PT整个商业逻辑和金融模式分析得很透彻了,我就不再赘述了。 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么多的底层逻辑。 PT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型说了我都觉得是多余。 对吧? 我知道,去年下半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,导致很多事情被延误,包括PT的开网。 当时原定是要开网的,但是后来被拖延了。 只是延期不是取消。 至于究其根本原因,我只能告诉你们,是战略部署方针方面的原因,其他不方便透露太多。 并且现在炎已经在陆续恢复。 不论是PT还是PB,都是早已经非西比。 之前好比是个叫龙的话,那么现在3.0若启动,必为真龙。 我只是举例说明。 今天8月9日了,8月8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。 这句话能理解的,自然可以理解。 所以说,对于PT的开网,不会因为时间的长短而取消,是一定会开的,而且跟DCEP关系密切。 虽然我们没有推广资格,但其实推广资格只是很小的附属部分。 因为那是银行的本质工作。 DCEP和PT的关系不是台上简单的联系,而是有非常深度密切的联系的。 后续的一些东西,包括PT的生态,一定会给DCEP增加一些附加值的。 DCEP也是需要国际的力量和影响,靠话语权和背后一套动作来推动的,不是说说而已。 所以PT的影响这么巨大,在币圈的体量大家也是知道的。 如果大家有关注币数据的话,你会发现PT数据变化非常大。 它持币的BTC保守点数就有100万枚。 还有以太坊、USDT等等。 PT这么大体量,对国家的作用不言而喻。 所以很多动作和行为势在必得。 至于数据和华为方面,以及其他的更详细的,我只说3.0APP出来,立刻就验证。 所以无需多言。 那么当下要做的,就是想尽办法活下去。 找眼师机解决当下的问题,活到开往的那一天。 那么你的黑色生命力,将在那一日完全绽放。 若有缘,花有再开的那天。 人有重逢的时候,若无缘,凋零荒芜,擅长至湮灭。 好了,我的分享完了。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,感谢聆听。 祝大家晚安。 我ycz些人感情。 我来一下,让我们来的黑色。 我们来一下,我们来一下,在一旦的黑色。 她们来的黑色。 她们来自然的黑色。 两者离开。 我们来将非像的黑色。 一些黑色。 五人都来自然的黑色。 这样。 我先开始。